在很久以前 伟大的哲学家尼古拉斯·赵塞尔 在著作撩的本质里说过 技术的进步 是一切撩汉撩妹的底座 技术进步 会把人们交往方式彻底的改变 老哥说的没错 以前的你追求偶像男神 是用一封封笔记扭曲的情书 随着技术的进步 又变成了一条条饱含老泪的短信 现在的你 亲近男神方法 是和他一起快乐地玩 叉叉农药 拖住我头塔 那么未来的你 会用什么来亲近男神女神呢 没错 当然是实际虚拟的神经元游戏 对不是神经病 是神经元 虽然我也不知道神经元 到底是个什么神经 不过那却是包含着意识 介入尸体的全方位的体验 好我 我是龙君 龙君带你刷热智 今天要说的 就是关于网瘾少女撩男神的故事 最佳女配 故事发生在一个平凡杀猪 网瘾少女长雨琪的身上 为什么是杀猪呢 当然因为他在基因乳肉店 为什么是乳肉 大概因为这是一份 非常有前途的赌业吧 那为什么是网瘾 因为在这个不远的未来世界里 虚拟科技已经和乳肉一样非常成熟 实际游戏能按照人们所需求的剧本 来构建自己的幻想箱 自然就诞生了服务型的角色扮演 和竞技型的超级战队 少女的心中偶像 就是游戏阿尔法之境里最强的 备塔队 备塔队 备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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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备塔 好像不对啊 备塔到底是开飞机还开下课 现在备塔队的队长 就是我们的男主嘎玛奥布 是男神风舟 他身手敏捷 他动作灵活 扑制一下腾空而起 立刻在白毛怪手里 来了一出旧美奇迹 自由落起两分半 啪唧一下 就点燃了网瘾少女九等的小甜蜜 于是 故事发展就像猪头肉 开脑洞似的停不下来 先是在青梅竹马技术宅的帮助下 网瘾少女加入了 跨服战的志愿者队伍里 而注定会发生的故障 果然发生了 系统智障 全员昏迷 一片混乱 男神更是落入了一个 女装大佬手中 奔向荒娇野外 企图上下歪歪 面对女装大佬 网瘾少女开始害怕 犹豫 精致恶心 感受到了颜值的无力 他鼓起心中的小勇敢 挥一刀就要逼掉男神 呃 这个 我知道乳肉讲究这样的技术 不过这不是五花场 也不是猪肉场 是 勇敢少女逼退女装大佬 却被男神误会 这正是大水冲了乳肉店 剪刀腿加了自己人 虽然很尴尬 虽然很无奈 虽然很误会 但是我们的女主是注定 要和男主在一起的 估计心中的小勇敢 他加入了战队训练营 认识了前都后校的有料闺蜜 一同经历的激素 攀岩 大力 火台 两人三角 拉弓射箭 一系列失败失败又失败的项目 你们这个 住手 这根本就不是定字禁止好吗 每天短裤衩训练 简直像是搞事公约 不过说的倒是很有道理 爱情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乳肉吗 那不重要 是凤爪吗 那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防守前途后翘的有料闺蜜 不过这次的闺蜜 却改变了目标 和少女一起共添爱情防线 年轻老鹿不走了 交叉狗血也不要了 变成你帮我追电竞男神 我帮你追技术宅男的攻守同盟 在最后的游戏考试中 网瘾少女再次鼓起小勇敢 扎克拉加怒气外带能量大爆发 秒掉白毛拐 顺利入战队 梦想终于成真 和男神成功组合 他们即将成为CP 他们即将仗剑天涯 他们即将放飞梦想 他们即将一起牵手走去 卖乳肉 为什么又是卖乳肉 因为她是最佳女配啊 是轻定的一对 为了更好配合作战 网瘾少女和男神 必须生活里也合为一体啊 这不就是那句成语 乳肉交融的意思吗 总的来说 最佳女配虽然有些电竞元素 虽然有游戏情节 但核心仍然是一个 网瘾少女的梦想 她鼓起自己的小勇敢 抛开生活里的琐碎 摆出了一个个努力 姿势大撩男神 虽然有些傻哈 虽然有点蠢哦 但在看了以后 罗军我不但觉得很好笑 还引发出了一个 终极的哲学问题 想和屏幕前的你们来分享 呃这个这个 这是你们觉得 乳味里 到底是辣味鸭薄好吃呢 还是 跑焦凤爪好吃呢 我是罗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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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